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刘真有着20多年交情的好闺蜜透露 自己有到医院去看望她 但说出医院探望病情 哭着形容全身被插满了管子 情况真的很不好 闺蜜杨丽精并没有向外界透露太多 而且形容自己其实很早就已经想要去看望刘真 但奈何自己也害怕 媒体会追问自己 所以只能等待 而在刘真被抢救了24天的时候 杨丽精声称 在获得了刘真老公辛龙的招呼允许之下 自己探望了闺蜜 看到她的时候已经是泪流不止了 而且隔着病房看到她浑身插满了管子 真的很替她心疼 杨丽精在接受媒体电话采访时 不方便向大家透露太多 只是形容她的情况已经不太好了 而且希望大家不要过分的打扰到她的家人 她的家人已经很难过了 杨丽精也有在媒体上发声 希望善良的妹妹你能感应到我的心意 大家都在等待你的回归 姐姐帮你打气 相信你一定会好起来的 我很想你 好了之后我们就一起去旅游吧 随后杨丽精挂断了电话 新龙方面也对外发出过声音 一方面就算是刘真意外之后首次回应了媒体 另一方面也就是向大家表达了自己对于刘真的担心 当下新龙表示还是一样的状态 老婆刘真并没有真正的醒过来 有意识但奈何已经没有了行为自主能力 连呼吸都没有办法自主进行 而且是靠着人工肺和心脏搏动装置在续命 只能等待着换心了 希望奇迹能有发生 状态还是没有变化 只是往更糟糕的方面发展 新龙声称他有排队在等待换心 但前面有一百多位人 生命面前人人平等 刘真并没有优先换心的权利 从开始等待着醒来的奇迹 到如今等待着换心 但更糟糕的情况就是刘真的身体 已经面临着机能的损坏 而且连自主呼吸的把管计划也取消了 身体已经开始出现了副作用 情况随时都有危及到生命的可能性 刘真还太年轻了 希望他平安无事的归来 毕竟幸福的生活还在等待着他 祝他早日康复 吴宗献曝光刘真的现状 换心脏需要排队配对 每年等待遗址 有上百人 自从国标舞女王刘真做手术 导致心脏奏停后 至今已经有20多天了 而他依旧处于昏迷的状态 近日刘真的老公新龙通过社交平台发声 称愿意用自己的命来换妻子的命 还向外界透露称昏迷中的刘真 每当听到女儿的声音都会流下眼泪 希望大家一起为刘真加油 曾经活跃在舞台上的那个国标舞女王 如今却昏迷不起 大家对她的状况都表示非常的担心 3月1日下午 某媒体找到正在录制节目的吴宗献 想从他这里打听更多关于刘真的消息 不知最近还好吗 而吴宗献的回答却非常不乐观 采访中吴宗献表示刘真的老公新龙 现在的状况也非常的差 他劝新龙说 重新体悟一下人生 这就是一如四季的轮替 都是很自然的 只是我们面临这些的时候 还是有喜怒哀乐 后面记者又问到了刘真 现在是否已经清醒 吴宗献回答称 就像新龙说的那样 躺在那边孩子的声音 妈妈听到流眼泪 大概是一个这样的状况 刘真现在的状况 跟之前别无两样 之前他使用叶克膜 仅仅是保住了命 后来又患上了人工心脏 如果想要进行心脏移植的手术 恐怕短时间内是不行的 只能静静的等待着奇迹的发生 吴宗献还对外界透露称 患心脏手术没有特权 排队的主要意义是有配队的机会 台湾省每年约有300多人捐献器官 而等待心脏移植的人 有100多个排到最后还要等待配队成功 才能进行移植的手术 换言之就是即便是轮到了 也不一定有合适的心脏 对于刘真的更多情况 吴宗献并没有多说 他说毕竟这是隐私 要不要让大家知道 由家属决定 我们永远不会绝望 心存希望 吴宗献是新龙的老板 同时也是他们夫妻俩的好朋友 在谈到他们的时候 明显看得出来吴宗献面带伤感 目前新龙已经完全停工 全身心的照顾妻子 还有四岁的女儿 在采访中吴宗献还说 现在就是等待 他进医院的每一秒都是关键时刻 我们不是神 唯一做到的就是祷告 如果说有什么巨大的变化 要怎么去说还是要看新龙那边 整个的采访过程中 吴宗献的话都显得非常委婉 大家也能明白他是什么意思 但是我们还是要抱有希望 也许奇迹真的会发生 最后让我们一起为他加油吧 44岁的国标舞女王刘真 因为心脏的问题动手术 手术过程中心跳奏停 紧急用液克膜抢救后 住进了荣总 至今已经有第24天了 目前正在等待着心脏移植 老公心龙日前姐就首度发声 求众人帮刘真集气 甚至直言愿意用自己的生命 交换刘真的生命 令人为之动容 同时间 闺蜜杨丽精也心急如焚 每天都以泪洗面 替刘真祷告早日康复 而他也曝光了最新探病的情况 据媒体报道 杨丽精是在2月26日前往医院探视的 但是人只能站在病房的外面 通过玻璃窗看着躺在床上的刘真 杨丽精表示 虽然无法和刘真近距离的说话 但他仍在心里不断的含花打气 相信你赶紧得到 大家都在等你 帮你集气 相信你一定会好起来 并表示自己一直把美丽善良的刘真 当成亲妹妹对待 探完病后 杨丽精昨日也有帮刘真点灯 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帮忙集气 早日出现好的消息 眼看着好友正在加护病房与死神搏斗 杨丽精一心希望刘真能够挺过难关 履行二人相识20年的约定 现前曾在脸书发文 善良的小真一定要加油 祈祷你健康起来 我们说好要一起庆祝认识个20年 加油 我们帮你一起集气 他也直言刘真是个健康的宝宝 我们出国他都走了比我远 比我还要有活力 完全意想不到会发生这一种意外 除此之外 演艺圈的友人们也十分关心刘真的状况 当中曾多次与刘真在康熙来的节目中切磋5G的主持人小S 接受媒体访问时也表示 诚心的为他祈福一定要好起来 小S日前也转发了新龙的天文表示 亲爱的刘真 你一定可以挺过来的 就像我每次开玩笑 你都EQ很高的笑笑带过 最后更不妄想刘真喊话 等你康复了我们再来比赛谁跳舞比较有力好吗 让网友看了瞬间红了眼眶 刘真二月初因为心脏的问题开到过程中却突然心跳停止 虽然被抢救了回来 目前正在等待着做心脏移植 严厉婷于二月录JET命运的好好玩 透露近日有消息传给干戈星龙 不过没有回 希望刘真可以渡过难关 这么善良的人一定要好起来 她是天使 没道理变成这样 严厉婷透露 刘真的确说过想再生子 严厉婷表示和心龙的缘分 是她在四年前主持一代女王的时候 结识为干哥干妹 后来也与刘真护留手机成为了好姐妹 刘真曾被曝出是为了博第二胎才去做心脏的手术 对此严厉婷表示 刘真曾想向她说过再生子 但她不会特别和刘真聊生子的话题 因为刘真四岁的女儿个性像妈妈 就像天使一样幸福 相信刘真会渡过难关 怎么世界上其他坏人都没事 彭恰恰 孙叔妹主持巴拉第一台 越来越好听 节目与二日举办的播出记者会 彭恰恰说 两人很有默契 首次录影顺畅没超时 过去彭恰恰曾和胡瓜 录连环炮连续五天五夜 现在体力大不如从前 也提醒大家真的要定期做健康检查 身为新龙和刘真的好朋友 彭恰恰透露 又一直关注刘真的病情 大家都是好朋友 希望赶快渡过难关 大家一起集气 这天上节目录同一个单元 她很活泼 多多加油 我跟新龙有互动 这个时候偶尔一个关怀就够了 大家都是成年人 我们知道了她的坚强 我们很了解彼此 她每回是正常的 我的关怀有道就好 想想立场是我 我也不会回复 新龙日前发文表示 愿意用自己的生命换刘真的命 彭恰恰不舍的表示 这是真情流露 夫妻感情非常好 每个人面对致敬 都会想要用命来换 他们可以解释真的很相爱 刘真因为心脏手术陷入了昏迷 一度装了叶克膜抢救 后置入心脏辅助器等待换心 老公新龙2月27日首度对外 透露彷徨的心情 也盼望外界为爱妻集气 新龙经纪公司的老板吴宗宪 一日主持中天综合台 小明星大跟班 谈到刘真的病况 还是一样的状态 他排队就有配队的机会 台湾一年大概有300多个大体 捐献心脏移植100多个 我们怀抱希望 新龙工作全面挂起 吴宗宪坦言 新龙非常不好 他重新体悟到了人生 但这就像四季的轮替 一旦面临还是避免会有情绪的波动 他提及新龙工作全面停止 还要照顾四岁的女儿妮妮 心力憔悴 反正我们每天关心 现在就是等待 他进医院的每一秒都是关键时刻 我们不是神 唯一能做的就是祷告 如果说有什么巨大的变化 还是要看新龙那边怎么做 他也强调很多小细节 不足跟外人道 我也很清楚 他提及有很多人关心涌入 有朋友到庙里为刘真处理 冤情债主 也有朋友为他祷告